尝了你的感情 我听见有个声音 是玻璃心摔一遍 镜头前唱起最火红的玻璃心 民进党令委高嘉瑜随处皆可唱 成为他的招牌 因为亮丽外表更有港湖女神之称 跟行政院长苏仁昌合体公投说明会 民进党大型造势场高嘉瑜该出席就出席 但台上台下恐怕两样琴 因为高嘉瑜堪称绿营姑娘 不属于任何派系 甚至常常跟党内唱反调 节目上高嘉瑜指出政府应该道歉 引爆绿营内部不满 他的逆风发言 还包括五月针对高端持股风波 呼吁蔡政府清查 六月自己被爆料 关说乔疫苗 再来就是允许高端混打后 高嘉瑜在脸书po文 赚到了引发争议 如今爆出疑似遭男友殴打 政坛上下纷纷送暖 谴责任何暴力 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 我跟你讲 打人一定不对 还是要谴责暴力 我身为从政的女性 在这个两性 就在情感的经营上 总是比一般人还要困难 确实这样我还是鼓励她 就是要勇敢 事情曝光后 高嘉瑜一早七点多 到立法院签到 接着消失 她的脸书则涌入各方加油声浪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 更发声明 表示蔡总统已经请赴密林俊毅 致电高嘉瑜关心 总统府严厉谴责暴力行为 支持她采取法律行动 毕竟不管高嘉瑜在政坛 多么孤立无援 遇到性暴力 大家绝对零容忍 怀疑新闻张家宝 郑海忠 台湖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疑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